台湾代表队长阳代刚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郭一杰桃源报道 亚关赛热身赛今天进行最终战 后天回军日本迎接在东京巨弹的正式赛 尽管前两场热身赛投打都有些问题 台湾队对长阳代刚说 球队比较有进入状况了 还剩一场练习赛 希望大家都能调整好 台湾队二连败 投打尚未调整到位 但这也是热身赛目的 让大家赶紧调回手感 左扛四棒 DH的阳代刚也说 因九位实战 状况没自己想得那么顺 今天还有一场 希望能集中注意力 赶快适应 不用管成绩如何 内容比较重要 阳代左翼四之灵 前天首战单刚首棒 中外野手则是三之二 累计七打数二安打 持续调整 他也表示今天练习状况还不错 比赛就看临场表现 在这一切都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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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